7月28日,新闻导演黄建燕指导的电影《狼回头》 知名导演张力指导的电影《不可抗案》新闻发布会在今举行 同时又是《南风影业》《南风起溪》《满芬黄》为主题的开业起点 本次活动由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郭伟主持 出席的领导及中央嘉宾有 电影《狼回头》主要演员洛达华、王建锡、于燕海、肖明玉、朱丽燕、葛四、孙权 电影《不可抗案》导演张力、编剧董天忆等也迎邀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此外,本次发布会还迎来了圈内众多好友及众多行业资深媒体参加 活动尾声,主餐会嘉宾进行了和以留念仪式 本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还有宣泄的需求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剧本里我们全部做到了 做到了难过 至于王老师演的角色呢 我只能透露透露是一个反面角色 其他的暂时不变 其实我长得挺正的 为什么老让我也是反面呢 别人没开出来 你觉得还是反面的 我照镜的时候有9次承认自己是反面的 但有一次承认自己是正面的 希望你看到我的10%的一次 我相信下一部戏是我们反应正面的角色 这部戏的版面走到底部 就是他厂的东西 那么我们必须要需要 那么除了颜值的东西 完了就是要有脚头的 那就是戏 戏靠谁眼 戏靠那个猫 老戏鼓来凑合的 所以说我相信他们这些戏将来出来的话 一定会挺住的